一天晚上 谷完成的林老板 将我带到合肥东市区 和平广场附近的一家大排档 与黑漆谷青铜鼎的货主见面 同行的还有一位见证人 坐下没多久 货主小心翼翼地爆出了一个 一尺见方的盒子 打开后 我看到了这件商周顶的全貌 这个顶开门见山 而且屏向非常好 它上面一点秀都没有 就像那种乌黑滑亮的那种镜子一样 据可靠的情报 就在我眼皮底下 杜敏正在这家大排档里 进行一桩青铜锡交易 这几天 专案组已经摸清了杜敏的基本情况 1995年时 杜敏就曾以7000元的价格 购买过一把战国青铜剑 当时受宪警方曾对其进行过通缉 后来杜敏自首 并将青铜宝剑交出 检察院做出不起诉的决定 买剑一事 就此了结 也就是说杜敏的确有过文物买卖的前科 同时杜敏银行账户上的资金往来更是高达9000万元 而打款账户大多来自香港 澳门和南方沿海城市 这一切线索都表明 在杜敏身后 极有可能存在一个倒卖 走私青铜器的特大犯罪集团案 我眼前的这个顶为长方形 立耳 直口 工艺一流 因表面氧化或腐蚀的关系 使铜顶外面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保护层 这种黑漆骨包将焕发出铜镜一样的光泽 但有一点 可能所有人都忽略了 那就是顶腿的造型 非常特殊 正常的那个顶 它都是一个寿面 一个寿面 或者是就是这样 但它那个寿面 跟其他的那个顶腿不一样 而且那个立体感非常强 它那个非常干净 力度非常好 当我看清这件青铜顶的价值后 我告诉林老板 我愿意用三十万元的价位买下该顶 这笔买卖对我来说虽然价位不高 但贵在开眼 事实也证明后来它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是难得的顶中精品 交易似乎已经结束 但让我意外的是 在蹲守两个小时之后 我们接到指挥部命令 大鱼没有浮出水面 今晚不实施抓捕 一种倒卖文物的犯罪 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完成啊